會放在論壇上面 前十次 前第十一次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其實主要重點 一樣是利用Trash GPD 幫我們產生公司跟VBA 其實你會發現 雖然那個問題 相對是蠻複雜的 但是有一些地方 因為有Trash GPD 其實真的 就很多地方 即便你自己會 但是你要自己想 其實也蠻不容易 因為有時候 你有些函數 不是那麼常用的話 那你可能就不知道 那公司要怎麼下 像VeroHive函數 一般應該很多人常用 但是其他函數 有些你比較少用 或者是你甚至沒用過的函數 那怎麼辦 有些其實 如果會用很簡 不用寫一大堆公式 它一兩個函數就解決 但是如果不會的話 那你就變成你要湊很長的公式 才有辦法完成 那更不要說 你要把VBA寫出來了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有固定的共通的一種寫法 我開頭反正我的習慣是 我如果希望他寫 也是有公式 請幫我 請幫我撰寫也是有公式 或我寫VBA的話 請幫我撰寫VBA的SARB程式 Function後面我比較少用 因為Function發現 好像實際上 還是沒有SARB那麼直覺 然後它會瞬間 就幫你把它產生 我發現 只要你問題 是它看得懂的 還有關鍵字都下對的話 我理論上 它這個給的答案 通常是還蠻不錯的 那所以我們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CHARGB 幫我們生成跨工作部 所以上個禮拜有一個蠻難的 我一直強調 因為 這個也是蠻多同學常問的 那所謂的跨工作部 就是說你的資料 並不是單一個檔案而已 而是你是多個 那這個多的話 恐怕 如果是各位數個 你可以人工做一下 我還是覺得麻煩 那如果你的數量是幾十個 上百個的話 哇 那自己每天都這樣 廠商費時間 所以如果假設你會跨工作部 去做一些事情的話 那應該會節省蠻多力氣的 那上禮拜我是 好像就是把那個什麼 本來人事考評 本來是放在 那個什麼 四個工作表 我就把它變成四個工作部 那所謂的工作部 在那個Excel裡面 它的認知就是一個個檔案 所以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 寫一個 這個程式 可以幫我怎麼樣 把裡面的四個工作部 做一樣的事情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那難不難呢 其實還蠻難的 但是我覺得它寫出來的結果 蠻令人滿意的 那至於那個細節部分的話 恐怕請各位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然後理論上 我習慣都會幫各位 把那個 每次上課的 包含那個程式 或者是說 我跟Charlie Peter問答 我會把它公佈在 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你們只要找到 對應的那個 那個檔案 這個嘛 人事考評 然後你只要找到 我跟那個Charlie Peter對話 我會把它公佈啦 然後你們直接找到 不過好像有好幾個對話 你可以找一下 在這裡 這個是上個禮拜做的 有一些細節部分 假設比較常出現錯誤的地方 我甚至有把它用黃色把它mark起來 OK 所以你們稍微找一下 理論應該都可以找到這個答案 你甚至可以直接找到之後 只要會貼的話 那都可以直接馬上完成 這是上禮拜 所以我就問Charlie Peter 請幫我 將這個路徑 路徑的部分 我還前後加一個雙引號 為什麼 因為我擔心說 它比較不容易辨識 然後呢 就是這個指的 就是一個資料夾 哪個資料夾 就這個資料夾 有沒有 把這個資料夾 這個路徑怎麼來的 我是點上面一下 有沒有 它這個路徑呢 點了一下之後 你可以複製 複製完之後貼過來就好了 保證不會錯 有沒有 將這個資料夾內的所有工作部 那所有工作部指的是所有的檔案 OK 的第一個工作表 當然當然 如果你的問題 不是一定都第一個工作表 你可以敘述一下 哪些工作表 然後呢 把公式做填滿 它其實就可以 幫你把那個程式給寫出來了 OK 寫出來 發現其實也沒有 太多問題啦 基本上主要就是 利用那個DIR這個函數 跟那個DoFile這個回圈 把這個動作全部做完 那將來如果你假設要拿來用 甚至你可以拿來改一下就可以了 同樣的邏輯有沒有 它會改動一下 哇 那這應該可以適用在 很多地方上面 我發現很多人 每天都做差不多類似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一招 可以瞬間把很多問題 哇 一下就解決了 甚至後面你還可以延伸 把報表給做出來 甚至如果你要做成視覺化 畫一些圖報表的話 也可以自己再把它延伸出去 通通都可以用VBA 幫你把它這些事情完成 OK 所以這個的話 大概就是雲端上面 其實都有放啦 那另外的話 我的對話 這邊其實也有啦 所以你可以點選這個 我跟那個ChargyP的對話 然後這個的話 就可以直接看 裡面其實都是我們之前講過的 類似像 那其他的話 就是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關閉閃爍 其實主要就是那一行 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等於FORCE 那個你們自己再看一下 那再來就是講到有關那個 什麼 飯店管理 產生這個公式 那後來我沒有看了另外一題 就是這個飯店管理這一題 那主要是這兩個工作表 一個的話是Booking 然後一個是Buildress 我記得好像那個Booking 是先產生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的話呢 基本上應該可以算有四個東西 第一個是這個是它的Hotel的縮寫 這個的話呢 是這個的什麼 月跟日 但是要 各位數補零 然後三的話指的是應該是什麼 Check-in Check-out-Check-in 應該三天吧 那這個是它的First Name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就會產生一個Booking ID 那一般的話 像資料庫一定會有ID 利用ID可以去查到它其他資料 所以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在針對這個Buildress 把這些全部都把它查 就是說有點像是 你只要有一個ID有沒有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其他資料給帶出來 但如果你沒有ID 它會變成僅NA 因為我們是用V的函數去查 那查是針對A2 所以A2假設沒東西的話 它會出現那個什麼 NA就是Not Available 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今天只要給它一個ID 這個ID是正確的話 它就自動幫你把這些資料給帶出來 包含就是說 這一筆訂單 所以一個ID 就代表一個訂單 那這個訂單 對應到的就是 到底是哪一個人住的 馬上人全名查出來 它住幾號房 住幾晚 價格多少 有沒有 然後總共花費多少 馬上幫你列出來 OK 所以這個還蠻常會遇到 有一些這種需求是說 將來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做成像下拉清單 有沒有 將來如果說我可以針對這一個 叫做所謂的ID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 之前蠻多同學會有一個需求 就是說 老師可是我們平常 可能老闆會給一些ID 然後叫我把那些ID的對應資料 幫忙把它查出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我應該怎麼做 比如說 首先當然第一個 你可以把這個A欄的部分 有沒有 這個底下 可以把它做成下拉清單 也就是當你下拉的時候 你可以選哪一個ID 然後第二個的話 當我選了ID之後 可以自動把這些資料給帶出來 OK 比如說像這樣好了 第一個 待會你們把上個禮拜的資料 先打開 然後如果要做成下拉清單怎麼做 OK 我發現這個需求好像還蠻大的 第一個的話 我可以先把A2 這個A欄的 當然你欄的名稱不要刪掉 把這個底下刪掉 Ctrl 向下 如果你把它delete delete掉之後的話 那這些資料 當然全部都變-NA 那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有一種需求 就是當我有一個清單 就是這邊可以把它做成清單 當我選取了其中一個ID之後 他可以自動幫我把這些資料自動帶出來 自動帶出來 OK 我發現這個需求好像還蠻大的 因為很多人常在問 那另外還有一個需求 當我這邊如果假設沒資料的時候 那理論上應該不要出現這個錯誤訊息 OK 那如果不要有錯誤訊息的話 應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把上個禮拜的部分 稍微在這個叫飯店管理這一題的 先打開 然後待會我們針對這個部分做一些處理 那處理的方式一樣 不外乎就是用那個不寫程式的 不是用寫程式 第二種方式就是你剛才寫個VBA算了 有沒有辦法寫個VBA VBA的話就是這個下拉清單有變動的時候 自動帶出後面這幾筆資料 所以應該蠻常會需要吧 你假設得到 你比如說哪個資料要查其他資料出來的話 那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把這個部分先打開好了 上個禮拜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待會就來看那個下拉清單 你看那個… 耶… 那麼… thứiğ… 剛好… 時雞…